香港的廠商不只是要看它的生產線的轉移 而是生產線供應鏈的轉移 如果是比較高增值的行業 越南、馬來西亞 如果是一些低增值的 我們會看的可能是緬甸、柬埔寨、菲律賓、人民 當我們香港廠商做這個生產陣地的轉移 究竟他們會面對什麼挑戰呢 主要有兩個大的範疇 一個是外在的因素 一個是自己的執行能力 你要成功地能夠執行到 開到一家工廠的時候 很強的執行能力是很重要的 當你要選擇一個國家 那裡我們要看的是 它的人才、當地的政府、規條、法例 那這些都我們要好好地好 而看如何執行 T-Box本身它有足夠的資訊、資料 讓我們能夠好地分析 都聞實了 究竟它每一個國家的特別地方在哪裡 而真真正正能夠做到一個比較 要做一個好決定 在你升級轉型 突破街限 不足夠的 在你玩家中